大家好,我是海娟 这几天想吃切糕了 现在外面很少有卖的 今天我们就动手来做一个 如果您也喜欢吃 可以跟着海娟一起做起来哟 这是我泡好一碗的糯米 倒入清水盆中 多清洗几遍 冲洗干净的糯米 放入电饭锅中 放入一碗清水 将浇没过糯米即可 盖上盖子 开煮饭键蒸至软烂 接下来清水盆中放入大枣 把大枣清洗干净 去除灰尘 用一把厨房剪刀 把大枣从中间一剪两半 然后去除枣核 这样就可以了 糯米饭已经蒸至软烂了 我们给它翻拌均匀 特别的黏 我们提前准备好一个圆形模具 铺上油纸防粘 放在壁梁上 底部铺上我们蒸好的糯米饭 把糯米饭铺平 铺均匀 戴上手套 手套上沾一些凉水 按压紧实 把糯米饭按压紧实 摆好大枣后再铺一层糯米饭 用同样的办法按压紧实 沾一些水摁一下 在中间的部位撒一些 在周围撒上葡萄干 在周围撒上葡萄干 最后在上面再干一层糯米饭 最后用铲子沾一些水 按压的更紧实一些 放入蒸锅中盖上盖子 再蒸20分钟 时间差不多了 打开盖子看一下 哇 糯米的清香铺面而来 出锅后上面铺上一层油纸 盖上一个盖子 再放上一个重物 压制两个小时 时间到我们拿去上面的重物 揭去油纸 给它脱门 撕去油纸 刀上沾一些水 切开就可以美美的开吃了 看一下这里面有没有食欲 软糯香甜 可以撒一些白砂糖 美美的开吃了 如果您喜欢就记得收藏 有时间试试吧 全程无单独省事又快速 我是海军美食 我们下个视频见